各位朋友 你们好 我是Tony Tony Law CitySmart成章教育 今天我拍的一段短片 是我们在布里斯班新的办公室 我们最近搬办公室之前 都有通知大家了 今天是2021年5月6日 5月6日对我们来计是一个 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 因为5月6日就是我们公司的周年纪念 我们成章教育 由25年前成立到现在 我们先后帮助了很多同学 过来澳洲读书 他们先后完成的学业 当然有些还在读 有些成家立业 发展他们的事业 发展得非常好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 都会在我们周年纪念 一些值得纪念的 比如说10周年 我们就在布里斯本河 当时在一个非常有名气的船餐厅里面 包了整只船 办了一个10周年的纪念活动 当时我们邀请了很多家长 同学和学校代表参与 对不起 现在在15周年里面 我们也在 布里斯班市的 假日酒店 开了一些烟 搞了一个15周年的纪念 也非常热闹 当然也有我们的学生 家长 和学校代表 今年25周年 我们讨论了很久 很多同事都说 刘先生我们也搞了一个25周年 因为25周年都是一个里程碑 但是因为 因为因为目前的情况 疫情的关系 大家都知道 是不太适宜搞一些大人的活动 所以到最后我们就决定 今年不搞一些任何的纪念活动 虽然不搞活动 但是我们同事也商量 我们都做一些事情 希望鼓励协助 我们的学生和家长 所以我们决定了 做一些比较实质的安排 所有的新同学 从5月开始 直到今年年底 是经我们CCSmart成晋教育 去申报来澳洲读书 超过一年或者以上的课程 我们当同学成功来到澳洲开学 我们每个同学 会送给他 是200元的超市的礼券 希望可以帮助同学在开学 初初来到的时候 购买日用品等等 有一个鼓励 当然 各位同学是一个 我们是first agent 只是经我们去申请 没有经其他机构去申请 我们就可以协助了 长情可以联络我们香港的同事 或者澳洲的同事 拿更加细致的资料 除此之外 我们也发觉 很多同学在大学选科 面对有很多问题 所以我们也决定在这个月 试办有五个研讨会 先后将会在17号 22号 24号 和29号 我们安排不同的领域 一些的研讨会 例如医疗系 商业系 商业系等等 稍后呢 我们的同事也会 或者我 也会发布确定的安排 给大家去参与 最后我想跟大家说呢 就说我 因为搬办公室了 现在我就找回很多 这个就是我们15周年活动的时候 一个纪念品 一个座桌的杯箭 我个人觉得很有纪念价值 我还有少量的存货在这里 如果有哪位朋友 想拿一个纪念 作为纪念 先到先得 联络我就可以了 另外如果有哪些朋友 曾经参加一个我们之前搞的活动 想让我们有很多相片 有些有hard copy 有些有soft copy 你们需要我们掃描 给个soft copy 或者你们有时间上来拿hard copy 欢迎联络我 好了 这段影片拍到现在呢 暂时结束 下一段影片和大家见面 多谢各位 再见 拜拜